海贼中能力设定不合理的恶魔果实 某些果实的实力太过那天被限制了出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能力设定不合理的恶魔果实 首先是出自剧长版黄金城的幸运果实 使用者为黄金城的接待员巴卡拉 拥有超人系幸运果实的他 只要触碰过对手之后便能将其好运吸收 除了能导致他人进入倒霉时刻外 自己还能将好运抵消别人的攻击 另一个便是手术果实 作为超人系的恶魔果实 他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能力 而且最终知己不老不死更是逆天 迟钝果实作为超人系能力之一 早年登场的银湖伏克西曾使用过 古名思义他的能力发射出迟钝光线 而被击中的人将会进入缓慢行动的状态 其能力可谓是能克制黄元的闪闪果实 另一个是同为超人系的肉球果实 作为暴君熊的能力 不仅能够达出单体的最高伤害 在LE寻伤方面同样出色 最重要的是还有治愈效果 在早年还没有霸气设定的时候 霸气作为四分五裂果实的能力者 霸气可以自由地分裂自己身体 在顶上战针中 即便被阴眼的黑刀大蟹八坏后 他也依然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另一个则是佩罗娜的零零果实 他能够制造各种能力的幽灵战斗 其中消极幽灵可谓是特色之一 毕竟就连意志坚定的锁龙也无法招架 隐隐果实是元气五海莫利亚的能力 作为超人系的恶魔果实 不想说这颗果实或许被低估了 但看路飞吸收影子增强的那一段来说 这颗果实的上限就不低 另一个同为超人系的石石果实 作为真正意义上能穿越时空的能力 这个果实高能场就被为天雪藏了 工具果实是超人系的能力之一 使用者在吃下果实瞬间停止生长 同样只要被骑手触碰之后 被触碰的对手会成为一个玩具 并且世界上其他人关于他的一切记忆 都会彻底消失 另一个是CP9不鲁诺的门门果实 能力也简单粗暴 只要手触碰的任何物体 都会变成门前可以被打开 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门自由出入 オフ オフ